作词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福奇收到兵型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670集的节目 转眼1600开头已经到了70集 那今天的话是7月7号 我小小预告一下 这部影片播出的时间可能是7月7号的下午 那我7月7号的晚上10点左右 我会在YouTube的频道上面开一个直播 那我很久没有开直播了 那B站的朋友呢 因为我在B站的账号是被限制 没有办法开直播的 所以就很抱歉了 那没有关系 因为这个节目的话呢 应该不会很多人线上看了 那我只是聊一下我的近况 那之后的节目也会录下来 我也再把它放到比哩比哩上面去 大家不用担心说看不到 那今天的话呢 给大家分享传承系的这个 Nemesis Leo Prime 这个报应至尊配色的狮王 先前这款魔剧 我给予很高的评价 大家报应他的眼珠子 是一个 那这一次的话 多了一个眼睛之后呢 有啦 有比较好一点啦 确实是至少面部上 我觉得是有一些提升的 那变成黑色之后啊 我自己也还蛮喜欢这个配色 然后它标志性的 报应至尊 黑色配上这种淡淡的这种阴间的 明界的配色吧 那我自己是挺喜欢 那做工来讲的话也是挺好的 并没有什么松弛的状态 那么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呢 这一次的版本好像多了这一把大枪 这个是二合一的枪 那先前的配件的话呢 是这个侧边的这个小枪 原本的这个模具都是有的 以及它这个被 头上这个部分的话是可以打开的 打开之后的话呢 那我里头还有隐藏两把小枪在这边 我当时说的就是变成一个兔鱼狼的一个感觉啊 然后如果是这一款黑色的Pride的话呢 就感觉到兔鱼狼的样子就更加的强烈啊 因为是黑色的关系 那我对比一下应该这个大枪是 原本的这个白色版本是没有的啊 所以黑色的是弓的嘛 对不对 那模具本身的可动呢 是只能说一般般啦 后支虽然有些地方可以转动 但大致上来说呢 为了维持身体的一个结构不要破坏掉呢 还是能动的方位还是比较小的 尾巴一直能够上下稍微动一下啊 那摆在桌上的话呢 这个展示性的话还是比较强烈的 那我们来示范一下这一款Nemesis Leopold的变形过程 首先的话呢 我第一个步骤的话呢 会先把这个胸口这个地方给打开 打开之后的话呢 这个地方啊 这个原本人形的手啊 跟这个狮子的这个颈部内部这里 是有个突跟奥的结合的 把它给松开 好两侧都可以打开 打开之后的话呢 背后啊 这个地方内部有个突跟奥 在这里啊 把它给打开 不小心用力过猛啊 把人家的尾巴给打掉了啊 这个喷溅 这个 然后这个尾巴的话呢 就把它给收进去 再来的话 整个中间啊 这些小部件啊 什么的都给打开 通通给打开 先到这边就好 再来把这个肚子打开 打开之后头翻出来 然后旋转180度 再把这个头给放回去 然后侧边这个部件呢 就放下来 两侧都一样 放下来 往中间扣上去啊 这个扣上去 先扣这个 再扣这个啊 然后以后有个细节 我们把它这个胸口给盖上去 腿的话呢 只要拉直往下放 外摆那一时候转一圈 脚底板再转一圈 然后呢 脚后跟啊 这个地方 记得把它给翻出来 这里也是一样的 拉直之后呢 外摆那手转一圈 小腿部呢 再转一圈 然后呢 后面的这一块 部件翻出来 那这里的话呢 它是这里要把它推到底啊 好 它会有一个稍微卡住一个感觉 手臂的话呢 拳头给翻出来 那手臂自然下垂的时候啊 这个啊 我记得是把它给往上放就 呃 应该是折这样子 往后面放 那它的一个后面这里 是有一个尖刺的 这个尖刺的话呢 就是看你个人喜欢把它给放出来 其实它这个手臂啊 这个这个这个东西 我是觉得嗯 随便你怎么放吧 这个我是觉得蛮累赘的一个造型 好 这里推上去 这个地方 啊 记得反正就是这个爪子的话 你要收进去也是可以啦 我是觉得都行 啊 这边好了 这样子 好 那最后就是这个整个大背包 大背包就是呢 呃这个 以这个头转到内侧去 就后面这里整个 做一个大回旋 翻转过来 翻转过来之后就直接往下跌就行了 好 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 这个地方 这一块部件 分出来之后 扣上来 然后利用这个地方这个转轴 扣上来 那这个背包这一片的话呢 就往下放就好了 好像没有得扣 那我们这一款这个 Nemesis Leo Prye的一个变形过程呢 就算是 大功告成了 然后呢 这个 刚刚呢 我从 呃 狮子的这个侧边 中毛这里 拆下来这个部件的话呢 我的习惯吧 还是把它给扣上去 然后把它朝外 有一个向外攻击的一个感觉 那另外一侧也是一样 这个看你个人的喜好了 把它给扣上 然后如果你要的话呢 可以把这个地方 一样给翻出来 让它的一个肩膀 这边的一个侵略性更强 那这一款Leo Prye的话呢 应该这把枪 应该是 应该是他才有吧 原色吧 是没有的 我的话哦 两个颜色哪个好看 我说真的 这一次的黑色 我是真的还蛮喜欢的 特别是呢 我很喜欢把它的这个武器 部分全部集中到 它的右手啊 特别是多了这把枪之后 就感觉它的整个右手边 就是一个武装的一个形态 所有的炮火通通集中在这个右手边 感觉真的是蛮酷的 那以整体的配色来说 其实原色版本 这款也是真的很好看 它的红色 我觉得看起来是很舒服的了 但是这一次黑色的话也是相当之不赖 那关节的表现 我觉得跟颜色版本 我觉得差不多 非常的接近 手臂的可动也是360度的转动 额头肌可以单独转动手肘 大概折90度 拳头的话呢 是可以 拳头是不能转的 可惜 那腰身的话呢 可以转动 那腿的话 前后左右 T啊 外摆内收 这些可动通通都是有的 以这个人物的配色来说 凶悍的程度 黑色版本的话呢 可以说是 那这个脚后跟啊 这个我们常常讲的 把它往下折一点 就可以摆出很凶悍的pose了 我是觉得这一款真的是 本身模具就是相当的好玩了 那这个配色的话 就看你自己喜欢哪一个 这一集的话 纯粹就是给各位 做一个两个配色的 一个对比展示的 都喜欢 都喜欢 那就利用这一集的话呢 给各位做一个分享 那今天晚上7月7号 晚上10点 如果有机会的话呢 就YouTube专门跟我一起聊聊天吧 那如果你没有时间 或者是B站的朋友 说过的话呢 也没有关系啊 这个影片的话呢 会在隔天 一样还是会上传上去的 那就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